歡迎回來 當我們看到選將的攻防 現在幾乎火力都往柯文哲 方向來攻的時候 柯文哲現在是不是跟郭台銘之間 還有可能合作 吳子佳說了 他說要打破迷思 郭台銘對柯文哲來講 已經不重要了嗎 柯文哲現在已經不需要他了 這次的機會完全是因為 侯友宜太弱了 而郭台銘是不是還有一些動作 不知道是不是要擔任副手 當然柯文哲在受訪的時候說 現階段不可能 現階段以後當然不知道 郭台銘什麼告知王金平 要獨立參選總統 要提併購柯文哲等等 這個會談過程當中 清楚的向王金平表示 做好獨立參選準備 這樣的新聞 對於不管柯文哲 或者是侯友宜的影響 會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一起把大家的票拉低 所以柯文哲登三 後的新目標 什麼意思 根據林傳媒的民調 當然林傳媒是網路民調 他的調查告訴大家說 柯文哲的民調 後續都顯示 在三個可人候選人裡頭 叫做穩居第二名 所以民眾黨的人士就形容 在自媒體行銷這一塊 柯文哲已經三位裡面 最會衝行銷數字的 這樣的人氣最高的人 點閱隨便就百萬 這樣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可能是能量王的 這個升量王 流量王的概念 甚至還說不花錢的訪問 柯文哲大體來說都很樂意接受 一方面維持升量 一方面也藉機拋出議題測試風向 所以是不是現在所謂柯文哲的陣營策略就是 把侯友宜想辦法升量壓越低越好 百分之十五以下 所謂的破磚條款 就有機會低空飛過 拿下總統寶座嗎 這分析叫什麼 本來是433 就三個候選人撒卡都 4比3比3 現在是不是有一個422 442 就是說柯文哲跟賴清德之間越來越接近 但是被邊緣化是侯友宜的可能性如何呢 當這樣的現象發生的時候 當然藍綠都產生了焦慮 柯文哲這個八年的市長的歷練之後 現在看起來 好像是自己自創一套戰法 從兩岸論述到對於各個政黨 甚至釋放藍白合作的善意信號 但是現在因為強不贏柯文哲 國民黨目前看起來跟他整合的機率還不高 並沒有這樣的善意釋出來 所以他的謀要越嚇越重 例如在談話上 還是說因為被圍剿之後 就真的激動起來 就狗又來了 小動物 傷害小動物 除了之前因為在黨內的會議裡面 罵過自家人這個形容詞 所以讓黨內的人出走 那麼現在又罵 這些來攻擊他的民進黨人士 是狗 狗主人出來講話 其中林俊憲委員就跳出來了 他說 柯主席是愛狗人士 畢竟不只是罵過民進黨是狗 連自己的愛將都罵過 所以只要忤逆他的都是狗 這一點是不分顏色跟他的主張很符合 搞不好哪一天會發現小狗竟然是我自己 當然綠營現在主攻就是他 莊瑞雄說要他注意一下基本休養 洪生漢說 他眼數被流汪汪汪 但是他不是柯文哲等等 這個算不算險招 還是這個網友我們看看 覺得很新奇有趣 這個人講話老是讓大家噗嗤一笑 還是可以贏得聲量 因為這句話是柯文哲講 就是沒關係 如果其他人就會覺得 愛這個什麼素質跟水準嗎 是不是真的對他來講 會影響他的聲量有傷呢 至於賴清德好了 他擔任副總統之後 這幾天大家在講 聲量好像相對低了一點 他開出來一些議題 一下子會突然被打得滿頭包 不管是三加一的大學政策 或者是戰爭這件事情 他了解國防嗎 當他講出來說 戰爭不幸發生的時候 主力部隊是職業軍人 義務軍人是負責 所謂基礎設施的 不會前往海陸空戰場 所以大家問戰爭發生 還有分職業跟義務役 還可以分不同的地方 義務役就可以不用擅長 這是為什麼 不要忘記國防部長 邱惟正曾經說過 台灣一旦開戰之後 就沒有什麼前後方了 處處是戰場 這件事情當然在網路上 引起非常熱烈的討論 所以該線上場的是什麼 很多網友小年輕朋友就說 難道是志願意嗎 好不好 那這樣就先大退伍吧 然後再來去一波三加一 吳子嘉也批評說 這個話顯示一看要昏倒了 為什麼 什麼義務役可以這樣分 現在什麼連軍方現在制度 都規定搞不清楚 隨隨便便跟學生亂開支票嗎 當然賴清德總部發現了 甚至有一些負面的圍剿 或者是反質疑的聲音 來問他的時候 他就回答 會再跟國防單位 再討論討論 細節是怎麼樣 顯然這件事情 又已經違背 大家一般的常識邏輯了 兵哥怎麼看 像現在到底 郭台銘還動向未明 現在賴清德這些什麼戰場 對於國防議題提出來的論述 也一下子又被打得滿頭包 其實吳董說柯文哲已經不需要郭台銘 這句話我同意一半 也就是如果維持現在撒喀都 這種狀態的話 其實柯文哲真的已經不需要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也不見得 能夠給他什麼幫助 他為什麼現在 他還會前一陣子會突然之間 拋出來說 這要退選要有理由 或者那種講了一副 好像他要退選 不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目的就是要留給郭台銘一點想像 然後讓郭台銘能夠繼續來攪局 因為郭台銘攪局的越多 何有儀的聲望就會越低 這樣對柯文哲就越有利 所以柯文哲是一個 腦筋很聰明的人 只是相對比起來的話 我就比如說 郭董恐怕就看起來 不是那麼的聰明 假設他真的去跟王金平講說 他真的要準備獨立參選 然後他還認為自己可以用收買的去買 把柯文哲併購的話 我真的覺得 他的想法會不會太天真了一點 不知道是哪個250給他出的少主意 然後我只能說 郭台銘如果真的自己出來獨立參選 結果就是 大概準備就是保送賴金德而已 大概就是這樣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郭董如果要做這樣的選擇 那也是郭董的選擇 這沒有話講 他也有參選的權利 只是我想從此以後 郭台銘大概就再也不能當政治人物 因為他這輩子的政治誠信 大概就完全破產 因為連續兩屆都違背自己的承諾的人 也是滿少見 如果要創下這種台灣紀錄我也不反對 郭董就繼續去努力吧 那至於說 那目前在媒體行銷這一塊 這是柯文哲大概這一次是穩穩的在這三個候選裡頭 永遠獨佔熬頭我想跑不掉 因為看起來 侯友宜就不用講了 連賴清德過去認為賴清德好像滿會行銷 現在看起來至少他這一屆在他身邊這些人的行銷能力都很差 那柯文哲一個人再加上他旁邊的年輕團隊 看起來要打掉賴清德跟侯友宜的網路聲量是綽綽有餘的 你看柯文哲現在每天幾乎都有新的東西出來 然後不管是網路的影片也好 或是他帶領的話題也好 包括我剛剛提到最近反黑箱服帽這個議題 都是圍繞在柯文哲身邊 其實一方面也是綠營現在也要趕快把柯文哲的聲勢打下來 他不能再去打賴友宜 那另外一方面柯文哲自己本身也很會創造話題 所以我想這一場選戰在空戰方面 柯文哲現在是佔領的滯空權 那現在就是看另外兩個候選有沒有辦法去突破 不過以現在的狀況來看 要突破是很困難 那當然柯文哲自己也有很多毛病 比如說他常常講話突然之間吐嘴 然後他講話有的時候會前言不照後語 柯文哲常常 其實你如果仔細聽的話 你真的想要對付柯文哲的話 你只要每天幫他做筆記 你很快就會發現 他兩天前講話自己都不記得 然後常常自相矛盾的也是一大堆 所以民進黨要打柯文哲 當然沒有很好打 但是也不是太難打 要打他還是有一些餘地的 只是賴清德 我覺得重點是在賴清德自己的表現 賴清德現在太急於想要去搶年輕人的票 所以就會開始亂講話 每天在鬼扯 講說什麼義務役不用上戰場 我去查一下賴清德自己曾經說他在金門當兵 賴清德你當年當的是義務役吧 那請問一下金門算前線還後方 你都在金門當兵了你覺得咧 義務役你當年在當兵的時候你自己應該都很清楚 義務役在戰爭的時候就是要衝第一線的 有什麼好懷疑啊 要我們這些砲灰都打完之後才讓職業軍人上 不然萬一把職業軍人全部都打光了 那砲灰我們後面這些沒經過訓練的砲灰上去幹嘛 所以賴清德現在開始急了 急了開始口不拙言 我覺得賴清德如果繼續這樣走的話 對他自己恐怕他的身是會開始往下滑 楊明的確在柯文哲來講 他的強項當然是空戰 那相對比較弱 當然是地方主治戰人力也不夠 那現在所謂433 442的這個走向 你怎麼看接下來的發展 其實關鍵就在於高鴻安的現象 會不會在柯文哲身上發酵 那這個發酵現在這個時間點 老實說還太早 這個可能要等到9月乃至於 11月正式登記之後 可能這個效應有沒有發酵才知道 那所以現階段對於柯文哲來講 最重要就是他要維持他的這個支持度 能夠穩定的在第二名 那對侯友宜來講 當然我不會讓柯文哲稱心如意 那對綠營來講 對賴清德陣營來講 我不能讓柯文哲甩開侯友宜 所以每一個陣營都有各自的一個盤算 那好 站在綠營來講 你會發現最近這個火力就攻擊藍營的少了 增加去攻擊柯文哲的這個多了 那用意是什麼 用意就是我不能讓柯文哲一枝獨秀 如果跟賴清德的這個差距越拉越近的話 高宏安現象就會提早發生 那對侯友宜來講 我當然就是我努力 我趕快把這個能夠用的這個招數 全部用在身邊 然後把我的民調再拉回到第二名 這是對侯友宜唯一有辦法逆轉的一個模式 柯文哲當然 你要說他現在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是再怎麼樣 民眾黨只有一個柯文哲 就是他沒有分身 那他沒有辦法 比如說今天 當今天比如說他的假設 他發言人也好 他的民眾黨的一些幹部 公職民代去上節目去幫他發聲 沒有幾個能夠像柯文哲一樣有魅力的 那能夠真的把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你會發現 他的很常在媒體上面 包括他很喜歡接受媒體的聯訪 包括他很喜歡去主動去上一些 這個節目或是說專訪 他要帶動議題的時候 他就會去上節目 那這是他有一些策略的安排 那只是說對柯文哲來講 你說郭台銘對他到底是加分還是扣分 就我了解 其實在5月31號那個金門的 三盟海事的事情之後 目前民眾黨的團隊是把郭董 列在所謂的保持距離 以策安全的一個策略 但是不代表他們不能合作 而是他們要保持一個距離 我不要被你吃掉 但是如果 所以我同意剛剛斌哥講的 如果郭台銘先生他認為 可以直接併購民眾黨 我們講這個不是政壇不是商場 這不是真的出一個價格 就可以把你買過來 把支持度買過來 沒有 那個民意制度可能因為 民眾的老闆換人 支持度就會回到郭台銘的水準 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後續 現在對柯文哲來講 現在是一個考驗期 大概到7月8月這個期間 如果他沒有辦法 繼續維持第二名的話 很有可能 這個態勢就會改變 因為柯文哲前陣很明顯的策略 就是不管上綠媒 陳水扁 前總統的訪問等等 想要往綠色的選民這裡來靠攏 可是這陣子不行了 開始被圍剿 只好直接又開始對賴清德衝撞 怎麼看接下來的發展 我就覺得 柯文哲已不需要郭台銘這句話 二也歹獨 好 柯文哲說的 我不知道誰說的 但是吳董事長是嗎 因為 這會讓人家覺得說 柯文哲不需要了 柯文哲很大了 柯文哲不得了了 柯文哲現在已經一個人了 最怕的是什麼 選情 最怕人家說穩定的 對不對 你看這些所有候選人 不管羅志強誰 他們最怕的是什麼 那個一定上的 一定上就會 既然上了 我不投給他 大安區最明顯的歐陽龍 你記得嗎 所以這句話真的很傷 我說實在的 我不曉得吳董事長 講的目的是什麼 也許他觀察到什麼 但是這對柯文哲太傷了 我不認為他不需要郭台銘 哪有不需要 郭台銘再怎麼樣 爛船有三分釘 現在死死跟在他旁邊的 至少還佔個3%到5% 你怎麼可能柯文哲不需要他 而柯文哲未來在跟口友宜之間 那個差距會拉很大嗎 不 我剛講過 兩個的板塊完全不同 你看整個空戰板塊 全部都是柯文哲的天下 你要柯文哲墜 我跟你講真的不太容易 但柯文哲要飛起來 大概也就這陣子 因為這陣子打來打去 一定會有人所傷 可是問題是 侯友宜有沒有辦法 在其他的地方去拓展裁員 票員 我覺得難度也太高了 所以自媒體的部分 剛好是侯友宜要補的 柯文哲能不能補到國民黨的陸戰 潛秋你覺得可能嗎 短時間之內 我要把每個各個三頭板塊 都有5萬個人 2萬個人 像他自己講的 連提小機都很難提好 對嘛 所以侯友宜未來能夠把基礎站穩 然後再起來的機率還比較高 但自媒體的力量 你也摧毀不掉 所以到時候 兩個人一定不斷的在拉扯 那你往旁邊的看 這些其他的數據都沒有那麼重要 我跟你講柯文哲現在再怎麼講錯話 都沒有關係了 我講真的 你看這些年輕人 他現在就是主攻年輕人族群 他什麼東西都不在乎了 但因為這些年輕人 不會在乎他失言 講錯話 年輕人想聽的是什麼 內容 好笑 不是喔 內容 我以為他們是要好笑 昨天我直播有一個 19歲的年輕人call in 他針對3加1 我跟他說 我想請問一下 三個人你會先去掉哪一個 年輕人喔 19歲 他說我先去掉賴清德 誰講3加1我就去掉誰 我說喔 那第二個 我說那你會再去掉誰 他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選柯文哲 我說他不是常講這些懂 他說沒關係 至少我聽懂他在講什麼 這個就是現在的自媒體 大家要看懂 接下來休息一下 我們來看看 北農的人事爭霸戰 馬上回來 我希望你會 作詞 說到